哈囉大家好我是Patrick 今天要來幹大事了 幹什麼大事勒 今天我要做一個我自己很想做的企劃就是 撿垃圾 為什麼要撿垃圾是因為 每天就是往返台北跟新北上課 那我每次往返的途中騎車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其實機車道附近 尤其是我們環河邊 都會有很多的大型的垃圾 不管是黃特瓶啊 垃圾袋啊紙袋啊等等的 那身為一個新北台北好市民的代表 我就想要實行一個一日的撿垃圾體驗 然後大家看我身身穿著 今天非常的詭異 那我要先介紹一下我今天準備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呢這個馬甲 我待會用第一人稱的視角 帶大家跟著我一起撿垃圾 所以我就裝了一台360的環繞攝影機 然後呢這個耳機 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再一次的乾爹Whisper製選家 他提供了我這對Philips首款的 古傳島式藍牙耳機 TAA-6606 我是不是背的很熟 很厲害啊 那這款古傳島藍牙耳機 是我第一次戴所謂古傳島 那什麼是古傳島 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古傳島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不透過你塞到耳朵裡面 光是這樣掛著 就可以讓你聽到聲音 這樣掛在外面 你就能聽到音樂 同時呢它又不會阻斷你外界的聲音 代表說假如你今天是跑步的 或是你是騎腳踏車的愛好者 在他這款耳機戶外運動 它就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然後再加上 你又不用有耳朵塞進去的那種膨脹感 就是你可以配戴時間就可以拉長 然後更可以享受音樂 然後同時又能照顧到周圍的環境 待會呢我就會帶來他們這款耳機 一起撿垃圾 好 還沒夠啊 要介紹一下今天的小幫手啊 好 然後今天的小幫手是 北庭要加出你本名 還是叫英文名字 你會不會講話叫 英文名叫做Banessa 不是Banessa 不是Banessa嗎 是Amanda Amanda 對不起 What OK Amanda呢是我的學生 那因為我跟他講我今天的企劃 他就想要一起參與 就感覺蠻有趣的 對然後你說你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的 冒險性的活動 這算是冒險性的或是公益性的活動 公益性的活動 公益性的 我們就是很感謝他今天的幫忙 那待會呢他就會跟我一起撿垃圾 而且我今天還幫你準備了很多小東西 真的假的這麼貼心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夾夾 你需要夾夾吧 這是必需品吧 還有喔 手套 如果你手受傷你就不能來重訓了 不能來重訓的話 我們就不能上課 我們就直接停止這一切活動 不會耶 然後呢我們還準備了一個 台北市的專用垃圾袋 那這個垃圾袋到時候呢 我們會把垃圾都集結起來 然後統一丟到台北市的清潔隊 OK 沒問題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任務 出發 Let's go 等你 你有來過這邊嗎 叮叮叮 撿到了 沒有 醜燥 哪裡哪裡哪裡 欸 你有看到一個 除了準時的部分 可以在家場其他都很好 這邊是台北市燕鴨自然公園的一個部分 燕鴨什麼 燕鴨就是這一代啊 都是保護區 然後會有很多遷徙的候牛在這邊 欸 小垃圾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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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你是在競選是不是 對 不知道就覺得大家在鼓勵你 有些人都是看過去而已 就是看那個人 這家庭音樂真的好秀 欸 又有那個咧 大家說都不用繳那個停車費嗎 腳費單 對啊 他繳費期限到了哪 11 8月29 到了 8月29 還沒咧 還沒 妳要不要幫他繳 啊 不用啦 不用繳錢 欸 不用繳錢 不能繳 撒爆眼 對啊 我來幫你們打掃家裡了 欸 飛走 我們現在在雙園河壁公園這邊休息 你覺得這 耳機怎麼樣 會不會轉太硬 有一點 好啦 妳想一下妳戴這個耳機的心得 因為剛剛都在路上啊 妳戴耳機妳真的覺得這個古傳導的 菲利普古傳導藍牙耳機 ATT6606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妳很厲害 不是我啦 耳機啦 耳機的部分 耳機也很厲害 就很舒服 它沒有覺得讓我耳朵這邊很壓迫的感覺 而且其實妳其實是可以再把它往前戴一點點 因為妳頭髮後面比較 對 而且它其實這邊 它如果戴耳朵這邊 聽得更清楚 對對對 會會 因為像我的話 男生沒有後面的頭髮 所以男生都會放在大概耳朵這裡 就是把它固定住這樣嗎 對 然後妳剛好又在更貼近耳洞的位置 所以會聽得更舒服 好棒 這個雙圓河壁公園妳有來過嗎 沒有 但沒有啊 我連這邊都沒有 怎麼可能這裡有來過 這雙圓河壁公園是今年才完成的 今年才完成 對 然後 我剛剛看到有人在那邊當秋千 我每天 應該說我每次騎移車到台北市上課 我都會經過這邊 我看網路上寫說他們是依照 這個生態的顏色去做搭配 就用燕鴨的顏色去做搭配 所以特別繽紛 所以是有特別設計過就對了 對 然後這邊的材質都是環保材質 你說這些嗎 對 這些都是環保材質 然後這些都是可以搬運 比較好搬運的 他們就設計說如果 畢竟這邊還是疏紅區 所以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要搬走 他們可以很快的把它搬走 欸 你可以玩沙啊 還有沙坑欸 太扯了 我今天玩樂室還玩不夠嗎 我錯了 沒有啊 對啊 小朋友就可以在那邊玩沙 大人可以帶小朋友來玩沙 對啊 What you tell me can't you say 哇 剛才呢打電話給水利局那邊環保局 然後他說 如果你們大家是要做 活動性質的路面清潔的話 就要有一個SOP的申請 那清潔完的垃圾 也不能夠丟在任何一個地方的垃圾桶 一定要拿到清潔隊去做處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來這邊撿垃圾的話 也不要隨意丟在公園啊 或者是公共區域的垃圾桶 對 就 走吧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清潔隊 清潔隊 我們現在到清潔隊 然後準備分類 把我們今天撿的垃圾都丟一丟囉 辛苦了 嗯 我們剛剛把垃圾丟完了 然後現在在早餐店休息 那 我想說今天先謝謝你來啦 一起參與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對 而且你是自發型 對 你自發型然後我自願參加 對 你自願參加 我們今天的前三名的垃圾 應該可以跟我們做 髮票類收局 還有口罩 還有提成 還有吸煙盒 煙盒 煙盒超多 那對於這次這樣子撿完一趟 你有什麼簡短性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真的蠻累的 就是那些青島服 很辛苦 我光這樣一腳斷路 我就滿頭大汗 很困是他們這樣一整天 我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你剛剛走進來 早餐店的時候 他剛剛走出來早餐店就說 這才是我的世界 我跟你講 你跟室友是一樣的反應 真的 那就很感謝Amanda今天的參與 然後待會下午就接著我自己的行程 然後等一下就上班了對不對 對 好來跟大家拜拜 好那我們待會見囉 拜拜 Yo 沒錯又是我一個人 我現在人在台北中山區的大昌酒盒飯店 給大家看一下 還是只有我因為Ray還沒下班 那我們今天之所以會在這個地方是因為 我們想說很久沒有出國了 室友又心心念念的很想去日本 所以我們就在Klook上訂了一碗大昌酒盒的 大昌菁英客房 那大昌菁英客房就是我後面的這一個 他房間格局還蠻大的 首先一進門呢 左手邊就是有一個衣櫃 算蠻大的一個空間 然後裡面有拖鞋浴袍 然後還有一些鞋爬等等 上面也有枕頭 在上面 然後右邊的話跟很多的飯店一樣 就是進門 玄關部分就是一個大落地鏡子 再走過來左邊呢是他們的洗手間 我個人覺得他們洗手間有點偏小 這是他們的免治馬桶 觸控面板 偏比較舊式 唉唷看到了 然後現在在我身後就是他們的洗澡間 還有洗漱的地方 那洗漱的地方其實也還不錯 基本的配備也都有 像是吹風機這邊拉出來就有 然後左手邊有兩個插手的布 然後很多小細節做的蠻好的啦 像是這裡櫃子打開他們的備品 可能有一些像刮鬍刀啊 浴帽啊都在這個地方 那領域間的格局 我覺得也算是中規中矩 浴缸躺一個人綽綽有餘 然後這邊的浴缸 他是可以邊泡澡邊看電視的 電視牆就在這邊 然後旁邊就是有一個觸控面板 你可以調你要看哪一台 大小聲這樣 我覺得日本風的格局最有特色 就是他們喜歡把什麼東西 都放在一個小空間裡面放好 像是他們的水啊 在桌子旁邊就放了兩瓶水 然後也是用這種小盒子 要把它這樣裝起來 然後像一般飯店會有的 像熱水壺啊 茶包 咖啡包等等 他們也都是放得好好的 一個一個一個把它擺放整齊 我們今天住的是17樓 它外面的view我用電動控制來打開看一下 喔打開了打開了 17樓的風景會長怎麼樣呢 從玻璃外面呢可以看到101 然後底下的街道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還好今天是住在17樓 如果是住在比較底下的樓層 可能就看不到上面的風景 那現在時間是4點56分 然後我看網上爬文的時候 很多人說大松球一定要去他們的露天泳池 就是在20樓 所以我現在就要過去看看 Let's go 哇好多人 太多人了吧 你好 哇哇哇哇哇哇 而且現在的天空超漂亮的 我剛剛去他們泳池 游了一圈真的超讚的 我覺得他們泳池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他的水質非常的乾淨 現在是因為暑假的關係 所以蠻多小朋友 就是大家家人帶小孩來玩 可是如果是在非暑假期間 我覺得也很適合親侶來這邊休息 然後呢 至於人家知道我今天要來住飯店 所以也提供了我一台這個 打打 我覺得這一顆的優點在於說 第一個它只有17公分 非常的小 然後它也不會很重喔 所以像這次我把它帶出門 我就覺得非常的方便 不會占到太多袋子的空間 跟不會有太重的負重感 再來就是官網說 它裡面有兩顆被動證伏器 我覺得雖然我對3C產品不是那麼的了解 不過我目前使用感受上來說 我是覺得它在音質上質感上 跟整體使用度上 我都覺得還蠻棒的 就是我會願意每次出去玩的時候 就帶出來的一顆防水藍牙喇叭 感謝Whisper智選家的提供 那我現在就要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去游個泳 晚上等室友下班去接他來這邊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先縮起來 大腿跟小腿往前縮 對 蹲著還沒站還沒縮 來 好聽 就是這樣 好 還是就往前往 小腿要先縮起來 完全縮 大腿跟縮 對 屁股往腳的方向 好 手要放囉 對 要這樣 好 現在這個動作就是摔來 縮 蹲 對 就是這樣 眼睛看我 看水也很摔好 再一次喔 轉身舉腳縮蹲 free 我 最好 對 你 當我 我 戳 你 你 既然 你 你 我 我 I just can't quit you now Cause I love you Yes, I do Can't let go I can't let you go, baby Wow! I can't let you go, baby Caus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Go No, no, no 好的,那有建於是有第一次滑板就成功 那我現在要來訪問一下他的心得 然後還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 因為待會就換我了 來,特派員Patrick 來,請說 劉斬瑞先生,你是怎麼獲得這一次的成功 就是剛才起來的時候 那個要一直不停的跟隨平衡 結果他船在拉的時候會有一股往前的力量 你就關節的時候手比較縮 所以一般人好像 一般人 一般人 哇,你好像是已經滑很久了 好像是老手在玩 就在玩第一次而已 反正你就上去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知道你的關節不可以太緊 就是要放手這樣子 然後船如果往前你就稍微往後 船如果稍微開快一點 你來必須跟上 你就稍微往前這樣子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 你在上面的時候是不能想任何事情 就很容易會摔 對啊,上去的時候就不要再想工作的事情了 你就直接完全大放空 你只要看著船 床 看著船教練 船上面的教練的臉就好 他會給你指示 你就跟他走 就不會有錯 你也會被尋找到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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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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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 寬板滑水比我想像中男非常多 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 可能以前有練過舞蹈吧 因為教練一直說我身體往前身體往前 然後那一把腳說 我完全前三次到四次都還不懂他在講什麼 等到直到後面慢慢站起來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好像講太多動作就會好像比較混淆 如果教練他可以直接 不能這樣講 就教練他可以更直接的講說 就是不管怎麼樣你的重心一定要在前面 會比較好理解 是不是會比較好成功一開始起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就你在想的當下你就會想要重心往前 對 不過我是覺得整體來說 教練都還蠻有耐心的 對 然後我就會很擔心說 蛤 會不會睡了三次之後 他就把我送上岸了 他真的蠻有耐心的 因為他一直就是 沒關係我們再一次慢慢來 就是他會有心理解釋 他一直說一個字 讓我一直有點小心動 什麼 他說 不要急我等你 我等你 我想說是在告白嗎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那總結一下我們這次Vlog的行程 昨天早上你沒有跟到 被你逃過一節的撿垃圾 然後到開箱大廠酒盒 到今天了寬版滑水 我覺得還算順吧 順利吧 還算順啦 節奏蠻剛好的啊 對 節奏蠻好 就除了撿垃圾以外 可惡 結束才下雨還不錯 對 我們應該再拍一隻 跟你一起去撿垃圾 跟我一起去撿垃圾 對啊 我 我考慮一下 好OK 那謝謝這次的乾爹智選家 再一次的選擇我跟Raid來 推廣他們的商品 那如果大家對古傳道藍牙耳機 跟藍牙喇叭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到我們底下資訊欄 可以看看 輸入折空買也會有優惠喔 好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說的嗎 沒有啊 玩得好開心喔 滑水真的很好玩耶 對啊 因為我是一個不是很愛玩水的人 嗯 然後 然後第一次玩就覺得還不錯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 上網搜尋蚊子滑水 就是那個吸人家鞋的蚊子 然後這邊教練很親切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就這樣拜拜 拜拜